是搭热气球 不过陈迅说他没有在怕的 因为飞机都坐过了上高空 他一点都不怕 搭着热气球升上高空 现在最流行的休闲活动 爱心菜饭陈述局一大早也来体验 台东县政府一再邀请 但是几乎全年无休的陈述局 一直没有空参加 身为今年爱心造型热气球的代言人 61号活动起跑直到17号 因为市场工修消毒 陈述局才忙里偷闲 放自己一天假 来尝试这最慌的活动 也算担负起代言人的责任 安全这样 阿嬷感觉怎么样 很高兴 铁顶看台东 公镇真好 对 公镇真的很好 对 那你快点点点点 不要 因为我年纪就睡觉了 特别这么高 今年的爱心热气球 设计成无障碍空间 陈述局说 像他一样有坐骨神经痛 行动比较不方便 或者是身心障碍者 都可以无碍上热气球 陈述局的高空出体验 成功又开心